大学教室里突发火灾,保安带着灭火器赶到现场 竟发现桌子上趴着一具被点燃的裸体女士 她的双手被鞋带捆绑,颈部有勒痕,头部有钝气伤 教室角落里,竟还散落着一只用过的避孕套和仰角锤 凶手和被害者之间有何恩怨,竟敢公然在大学校园里行凶杀人呢 2006年4月6日晚上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保安照常在教学楼附近巡逻 此时天空中飘出些许灰烟,定睛一看 这灰烟竟然来自四楼某教研室 来不及多想,保安人员立即提着灭火器来到失火教室 由于教研室门窗紧闭,开门无人应答 没有办法,大家只能将不锈钢门强行撬开一个洞 方便救援人员进去 而当大家进入教研室内,眼前的一幕震惊了现场所有人 只见一名女子赤身俯趴在书桌上 双腿大开,嘴角还有鲜血渗出 早已没有了呼吸 身上还有一团正在燃烧的火焰 保安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以最快速度来到现场 根据现场勘查,死者双手被携带捆绑 颈部有勒痕,头部有钝气伤 而警方搜遍全屋也没有发现受害女子的半点衣物 更为可疑的是,案发现场有水池 经确认,骑水龙头可以照常使用 现场火势并不大,完全可以扑灭 很显然,死者当时并没有能力自救 经过深入搜查,警方发现 与死者的衣服一同消失的 还有死者的手机、钱包 现场角落里还有一只用过的避孕套和羊角锤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他杀 警方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先杀死受害人 然后点火,故意制造火灾现场 意图毁尸灭迹 只是没想到巡逻的保安发现得很及时 还没等火石蔓延就赶到了起火的房间 但问题又来了 据现场保安透露 要进出四楼教研室 必须要经过一楼的警卫处旁的大门 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进入教学楼了 而保安室是24小时有人监控 所以不可能有人能悄无声息进入教学楼 那么凶手又是怎么悄无声息地进入和离开的呢 而根据值班人员的透露 案发当天并没有可疑人员进出教学楼 只有临床院的女博士赵施哲在这里做实验 而后经过DNA比对证实 死者正是赵施哲 学校里出了如此诡异的命案 引起了极大的热议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起密室杀人案 一时间人心惶惶 赵施哲的室友迅速搬离寝室 学生们也不愿到教研室做功课 学校大批量撤换了原有的保安 一时间整个校园充斥着恐慌 赵施哲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 家庭氛围十分融洽 2004年 赵施哲凭借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博士 而他的导师正是全国著名的内医教授 陈济帆教授 而在案发之前 赵施哲已经在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的风师专科任职四年 对于赵施哲的死亡 他的导师表示十分痛心 陈济帆教授表示 赵施哲是一个活力满满的女学生 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上 赵施哲总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所有事情 在攻读博士期间 已经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 而在同学眼中 赵施哲是一个活泼开朗 美丽大方的女孩子 每当有什么困难 赵施哲总能伸出手 无条件帮助他们 在医院的同事则表示 赵施哲是一边工作一边独博 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女孩子 她还有个交往多年的男朋友 听说不久后就准备结婚了 然而就在这个结果眼 赵施哲却离奇被害 那么杀害她的凶手会是谁呢 经过调查 警方打听到 除了赵施哲的未婚夫以外 其实还有其他三个男士 在追求赵施哲 警方一一调查了 这三位追求赵施哲的男士 却发现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 也没有作案时间 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而这时 另一组办案人员 在案发现场有了新发现 调查人员发现 整栋教学实际上的切面 成王字形 分别有三个楼梯 通向另外三个门 但这三个门是属于 常年锁上的状态 而案发较严是 是在四楼的南侧 从楼梯上去 只需要经过两个洗手间 就能到达 嫌疑人会不会是 从其中一扇门中进来的呢 警方再次询问 保安人员后得知 这三扇门是案发之后锁上的 而在案发当天是打开的 办案人员迅速 就这三扇门附近的环境 进行勘查 发现事发大楼 紧挨着学校足球场的看台 当站在足球场看台最高的台阶处时 警方惊人地发现 这个台阶可以直接通向二楼的窗台 通过二楼的窗台 又可以直接爬到三楼的洗手间 而据了解 这所学校的足球场是对外开放的 也就是说 凶手很可能是校外人士 经过大量走访调查 警方找到了案发时的关键目击证人 据这名男教师回忆 案发当日 他看见一个男子惊慌失措地从教学楼跑出 过了不久 教学楼就起火了 也就是说 这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杀害赵诗哲的真凶 通过大量排查 警方发现在案发第二日 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 来到广州某银行内取钱 该男子神色慌张 多次取款失败 而他手中的银行卡 正是属于死者赵诗哲的 2006年4月12日下午3点30分 警方在广州白云区的一处住宅内 将犯罪嫌疑人雄进缉拿归案 经过DNA比对 确认雄进正式杀害赵诗哲的真凶 归案之后 雄进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案发当晚 赵诗哲在教研室完成功课 而雄进则在足球场踢球 那么两人素不相识 雄进究竟为何要杀死赵诗哲呢 随着雄进的招供 案件的真相渐渐清晰了起来 雄进和赵诗哲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雄进出生在广州 家庭条件优渥 因是家中老妖又是唯一的男兵 故而常常受到父母的偏爱 而在父母的骄纵下 雄进逐渐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坏毛病 因为成绩不好 雄进早早就出来打工了 因为学历低又没有一技之长 雄进在工作上也频频受挫 久而久之雄进养成了小偷小摸的坏毛病 但这依旧不足以支撑起他的日常开销 剩下的部分全是靠自己的母亲和姐姐接济 2006年4月6日 这天雄进和朋友和往常一样 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足球场踢球 但在踢完球后 雄进发现自己手机不见了 自己本就过的拮据 也没有什么固定收入 周围的人也看不起自己 手机的丢失无疑又给他了一击重击 闷闷不乐的雄进坐在看台上 一口又一口地喝着白酒 迷迷糊糊之间 他看见教学楼四楼似乎亮着灯 一个念头出现在雄进脑海 去讨点值钱的东西 由于经常在足球场打球 雄进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他知道正门有保安室无法进去 于是他通过足球场最高的看台 爬到了教学楼二楼的窗台 接着又从窗台爬到了三楼的洗手间 最后到达了四楼 来到四楼 他发现一个房间的灯依然亮着 门却是虚掩着的 他偷偷凑近 里面只有一个女子在摆弄着什么 他的身旁还有一个手带 雄进装作自己是教职工来到房间 向赵诗哲打听某某老师的联系方式 善良的赵诗哲想都没想就转身去拿手机 雄进的眼神无意间撇向了赵诗哲的手带 却发现里面有个安全套 这让雄进认为 眼前的女子绝非什么好女人 他戴了安全套一定就是在勾引自己 自己拿他的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想到这 雄进立马出拳直击赵诗哲的头部 接着掐住了赵诗哲的脖子 赵诗哲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他不明白眼前的陌生人为何要这么做 很快 赵诗哲陷入了昏迷 雄进本想拿了手带便走 但一转头 眼前的女子衣衫凌乱 躺姿稍显昧 于是 雄进立即用鞋带绑住了赵诗哲的双手双脚 为了避免赵诗哲醒来呼救 雄进用另一只鞋带绑住了赵诗哲的脖子 使其无法出生 发泄完受欲之后 雄进冷静下来 他环顾四周 发现教研室的角落里 有一把用来处理中药材的羊角锤 此时的雄进深知 事情败露后自己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但从小养尊处优的他 根本不敢行凶杀人 但就在此时 赵诗哲表现出僵醒的样子 在这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雄进便拿起了羊角锤 对着赵诗哲狠狠砸了几下 最终导致其死亡 做完这一切的雄进 将赵诗哲抱到会议桌上 又拿来一堆书放在桌上 接着点燃了书 试图伪造一个火灾现场 做完这一切后 雄进原路返回离开了现场 离开现场后 雄进先是盘点了手中的财物 一共发现了一部手机和MP3播放器 260多块的现金 以及一张银行卡 拿到这些的雄进 瞬间将杀害赵诗哲的事情抛之脑后 他拿起电话拨通银行处 想要了解卡里的余额 但因雄进拨打电话的时间是凌晨 因此他并没有得到回复 4月7日 雄进将自己伪装好后来到银行 但经过多次尝试 始终无法取得钱款 无奈之下 雄进只好回到住处 雄进认为 案发现场并没有监控 也没有人看见他 加之自己也没有什么钱 因此 雄进选择了在家中避避风头 但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想的发展 4月12日 雄进被正式缉拿归案 开庭前 赵诗哲的父亲表示 自己并不在乎雄进能拿出多少钱 他们只希望能够判处雄进死刑 而公诉人则表示 该案性质极其恶劣 究其原因 竟是因为被告人的意识贪念和欲望 2006年12月15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这一案件进行一审判决 雄进的辩护律师认为 雄进在4月12日时到公安机关协助调查过程中 如实交代了其犯罪行为 应当认定为自首 在8月8日被关押期间 曾检举揭发同仓人员盗窃及抢劫汽车的线索 应当被认定为立功 而广州市检察院的公诉人则对此表示反驳 认为自首应当是自动投案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而雄进则是被抓后才交代 且公安机关并没有查清雄进举报的犯罪是否属实 因此也不存在立功情结 最终经法院判决 雄进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时 雄进赔偿赵施哲父母共计32万余元 一审后 雄进提起了上诉 2008年2月28日 广东省高院二审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008年10月10日 雄进被执行死刑 10年27岁 案件发生后 有记者回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 发现学校的保安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 不仅大量更换了原有保安 还加装了监视器 但学生们依旧不敢去金窥教研室作业 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功课 学校将原本的教研室改到了215室 并换上了崭新的不锈钢闸门 事情似乎进入了尾声 但它带给亲人的伤痛却是无法磨灭的 开庭前 赵施哲的父亲抱着爱女的相框 走进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门 照片上的女孩笑容明媚 看起来毫无忧愁 据赵施哲的父亲透露 他们本想带着赵施哲一同上法庭厅审 却遭到安检人员的拒绝 当被问及赵施哲的母亲时 赵施哲的父亲突然沉默了 只是不停地用手被抹去眼角的泪水 赵施哲的姑姑表示 赵施哲的惨死 对双亲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 母亲已经因为精神市场无法到庭厅审 而赵施哲年迈的奶奶 至今还不知道孙女已经惨遭不测 家人一直告诉她 孙女去国外读书了 但老人也时常念叨 怎么连一个电话都不打一个 虽然雄进受到了法律严厉的制裁 但这个28岁风华正茂的女博士的失去 无意给国家、单位、家人、男友 带来一种莫大的悲伤 在赵施哲眼里 教研市一楼有警卫士和多名保安 自己也经常晚上在这工作 因此她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安全的 所以只是将门虚掩着 而在保安眼里 他们24小时巡逻 这么多年也并未出过市 因此教研楼另外三处门也没有人管理 而正是这些侥幸心理 促使了这起惨案 校园安全问题 一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赵施哲的悲剧 更是给各大高校敲响了警钟 而对于高校是否应该向社会开放的问题 也引发了热议 有人认为大学是公共资源而非私产 对社会开放是高校理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但也有人认为 开放大学无疑增加了安全问题的风险 一时间众说纷纭 但总而言之 雄尽的恶行告诉我们 防人之心不可无 因为有些恶魔是注定没有良知的 关于这桩案件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离奇案件 平百味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